月亮是距離我們最近的天體 它距離地球 大概有15-30個地球的直徑那麼遠 它自己直徑 3-500km 它那些黑色 是因為曾經之前形成月球的時候 小龍星撞擊 在圖畫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在影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月亮旁邊的雲 有些七彩顏色 稱為月雲 是很常見的 月亮 為什麼會發光 其實月亮是不會發光 是因為太陽的光反射 所以月球才會有光 月球 是太陽照去月球 月球 所謂月球的光 是白色的 白色 裡面包含了很多色 包括 紅、橙、黃、綠、青、藍、紫 它就會散發出來 變成紅、橙、黃、綠、青、藍、紫 在旁邊圍著 很漂亮 一定要有雲才行 如果沒有雲 是做不到這個效果的 今天的公解 就到此為止 我們在下個影片見 拜拜